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默克公司的新冠口服药 正在一些患者体内引发新的病毒突变 一些研究人员担忧 这种药物可能会产生更具有传染性 或者是威胁健康的新冠病毒变种 在过去三年当中 新冠病毒已在全球造成超过680万人死亡 根据美国和英国医学机构的一项预印本研究 研究人员在从数十名患者身上采集的病毒样本当中 发现了与使用默克药品Largevarril有关的突变 尽管这些与药物相关的突变尚未被证明 更具有免疫规避性或致命性 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凸显了一些科学家 所说的更广泛使用这种药物的潜在风险 中国最近已经禁止使用这种药物 Largevarril的工作原理是在新冠病毒基因组当中制造突变 防止病毒在体内复制 降低其导致重症的几率 在2021年底获得批准之前 一些科学家就警告说 根据其工作原理 这种药物可能会导致突变 最终可能会产生问题 这份预印本文件重新唤起了 人们对默克公司药品的担忧 对此默克公司发言人约瑟夫森 在一封电邮当中靠速彭博社 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抗病毒药物 导致了病毒突变的出现 根据现有数据 我们不认为Largevarril 可能促进新的有意义的新冠病毒变种 他表示 由于病毒不受控制的传播 在疫情期间出现了新的突变 Largevarril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默克公司指出 在动物身上进行的研究表明 该公司的药物不会导致基因突变 Largevarril于2021年底 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授权 FDA拒绝对第三方研究发表评论 并表示将与新冠病毒制药商合作评估 其产品对变种的活性 全美最火新闻尽在中文热点 美国中文电视 美国中文网全新推出 日间新闻资讯节目中文热点 YouTube平台同步火热直播 全美独地记者现场直击 临时差追踪华人热议焦点 及时准确客观 快来订阅Sinovation美国中文电视 YouTube频道中文热点 每天与您不见不散 你什么事